你花钱买的tk方案,今天一个视频全部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才的是下载平台,咱们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工具去下载这个tk视频,在这直接download 这个视频还是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那是第1个方法,第2个方法直接用哼猫,这个是付费的 好处是可以批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在整个运用过程中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 这个是我花了一星期给大家测试出来的结果 直到大家去收藏点赞 这个是 提出字幕的一个方案,第1个是用的是剪映,大家可以看一下 剪映在上面的话,咱们直接点开始识别 把视频放在这里边,识别过之后,咱们 可以听一下 右上角直接点出 分辨率这些可以自动调整低点,因为这上面直接要txt模式,咱们要的就是个字幕 所以说这个看大家这个 情况,如果你电脑配置比较高的话,导出你随便可以选就行 这个是另一个方案 咱们现在准备这两个方案是为了后期怎么去 做反差 素材用的 所以说我给大家举例的两个方案,也不是瞎选的 也是费了好长时间 这个视频总共是花了一周来整理各 各方面的资料 来测试各方面的平台 所以说大家可以 认真去感受一下 这个是我花过钱的 叫训捷 在这里边可以直接导出英文 这个导出来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 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在这里边的话,可以视频转语语音,还有一些工具,还有一些翻译 大家这个后期自己去测试就行 导出来结果就在这,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咱们把这五万放在这些平台去 导语音听一下 这是第1个 我认为这个语音的翻译 情感 没毛病 我认为这个语音的翻译 我认为这个语音的翻译 没毛病 顿错感很强 这是第2个 名字在左上鸟我也会给大家呈现出来 这个大家具体实用可以去做对比 这个是我在几十个平台里边挑出来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放在这里边 这里可以加语调 在下面看 你能够作为实际声音的翻译 你能够作为实际声音的翻译 紧接着第3个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训诀 在这里边有很多VIP的 倒出来的语音 如果你发现倒出来的语音 这是第4个 这个应该是chip平台 这个 后期我都会给大家呈现出来 大家听一下 Today I decided to surprise my girlfriend of two years with a romantic serenade 每个平台各有千秋 这都是给大家整理出来不错 其他的我就不用再推荐 因为我没有找到比这几个平台要好的 一个简单的 之前有人问过 这个桌面翻译方案 在这有道词典 Ctrl加Alt加A 直接把语言直接翻译了 这个我觉得在使用过程中 剪辑过程中 在电脑上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是之前整理出来的方案 他这个看他写的故事 反差感都很强 这个大家到时候收藏起来慢慢去看吧 因为这个节奏感 紧速感太强 就是后边还有其他内容 我就不用去折腾 在这的话就是写方案的 用chip平台把你想写的方案 主题写出来 在这我想写 这个 我要这个之前那个方案 我要他这个内容 根据他的内容来进行写的 在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写出来比较少 原因就是之前 之前上面有其他内容 所以说就导致出来的东西 因为只能写4000多token 所以说没有办法 在这的话我就直接重新再更改一下 直接写两个新的故事方案 就行 条理清晰 按照这个标准 去搞一下 这样的话就直接出来两个故事 他顺便 我要求chip平台翻译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情感解密 意外的小夜群 等等 这就是利用chip平台把之前的文案导出来之后进行反差对比写出来的 但是chip平台大家切记 如果你不会提问 那没有太大用 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暂停下这视频看一下我上面写的模仿tg脚本故事 写出两个方案 内容要有反差 情节要有 有这个紧凑 引发观众的观看和评论 在这上面是你会提论才会有结构导向 我的中文提论在上面 英文方案在下边 就是之前的翻译的英文方案 所以说从刚开始介绍下载视频 也不是给你瞎下载的 都是我要以他的文案标准参照 才去这样写的 所以说整体的导向标准是比较标准的 不是说瞎搞的 这样的话是值得大家去借鉴的 这个后期你写视频 写文案 你不管写什么提赞 记住一定要会提问 否则的话意义不大 再浪费时间 大家可以翻译出来就是这些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 可以要求Chattgbt 再继续去写其他的东西 再进行一些更改 他还会如实的按照这个要求去做 Chattgbt 这个大家可以用心去了解一下 我对这块也是比较感兴趣 因为他确实可以提高很多效率问题 特别是很多人对网络感兴趣不懂的 那就用这个就行 所有的准备好之后 咱们就在这个上面去 当然这个是给大家随便准备的一个处理方案 因为还有其他处理方案 在这我就不多太多废话了 在这上面的话可以在这个平台直接找一些 简单的给大家操作一下 在这平台它有一些免费的题材 咱们可以直接拉过来 它是有素材有音乐的 但有音乐同时 我不是就想要刚才的直接翻译出来的AI语音吗 更真实 那我就把之前做出来的正常把它填压上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字体的话在这左上角可以填下字体 然后进行更改 它每个平台软件使用过程都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积累的 这个东西我不是万能的 很多也不懂 但这个东西大家是值得大家去放 前期步骤给大家已经走过了 就是很多东西已经试过了 你只用在这上面在深层次研究 你想做的体材类型 看哪些工具会更适合你 这样你去研究的话会效率高一点 在这我把之前的文案直接放在这里边 在这左侧 简单给大家做个参考 前面四个语音翻译平台都可以用 在这出来的话就正常去导出来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